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养儿防老 但是呢家住辽宁府顺的有一位75岁的老人 现在却面临着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 他的儿媳妇要抢走他的房产证 而这一切逼得他的儿子人间蒸发 而他和自己重病的老伴 现在也面临着要流落街头的境况 到底这个儿媳妇为什么会这样做 是疯狂的举动还是背后能有隐情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者为我们发挥的报道 这位情绪激动的老人叫佐承恩 已经75岁了 在和佐承恩的交谈中 我们得知儿媳妇刘春 前一段时间经常跑到家里来 逼他卖房子 来了三四次了 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房票拿走 他就说是用钱要卖我的房子 我不跟你讲后来他是自己把房票拿走 现在我这老两口子 要是把房卖了 你说我上哪住去 这不逼着我 逼着我死了 逼着他们呢 佐承恩告诉我们 这房子万万不能卖 因为对于他和老伴 大儿子来说 房子就是他们能够活下去的 全部依靠 但是让佐承恩左右为难的是 如果答应刘春卖掉房子 老爸和大儿子将无处安身 如果不答应 刘春就会和二儿子 佐纪远离婚 儿媳妇说了 如果你不卖房子 我就和你儿子离婚 儿子最近这一段时间 有一多礼拜也没见面 我也不知道上哪了 你是哪有这么安心的儿媳妇 他不敢送我 儿子就是他要皮手的 如果儿子找不着 我也不会放过他 儿子佐纪远究竟去了哪里 儿媳妇又为什么 要如此狠心的 把佐家人比上绝路呢 刘春这种种做法的背后 会不会又有着 不为人知的隐情呢 一位75岁的老人 竟然被儿媳妇 逼到要流落街头 我们从刚才的短片当中看到 这样的儿媳妇 实在是让我们听了 非常的气愤和揪心 难道她真的这么恶毒吗 今天呢 我们的老人家 也自愿来到了 我们复合天使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在就有请 佐先生先上场 来 有请 小心台阶啊 慢一点 好 75岁的佐大爷出场的举动 让现场所有人 都能感受到 他的恐慌与无助 我们不禁想问 究竟是多么狠心的一个儿媳 才会逼着公共 在晚年 在众人面前 做出这样的无奈之举呢 佐大爷您好 是这样 我们想先问一下 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 您的目的是什么 您跟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现在这个 我儿师要我卖房子 他说你要是不推卖的房子 那我就跟你儿子离婚 所以佐大爷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今天来的目的 第一个是 你希望把这个房子找回来 第二个是我们听说 您儿子现在也不见了 是吗 是 所以您今天来的另一个目的 是还要找儿子 对不对 对 是